是數黨最高的行政首長 是的 你的薪多少錢 好像是7萬9 差不多 7萬9 好像是7萬9 你要拿一些錢捐給黨中央嗎 要 要多少 大概2萬塊 四分之一 數黨現在是你最大 沒有 不可以說出錢就最大 沒有啦 是說你的位階 行政首長的位階 對 但是我在黨裡面沒有黨值 黨歸黨 正歸政 我意思是說 你那兩萬 如果沒有關鍵的地方也會做 不會啦 他們有白來源 但是這個算是所謂的定期定額 一個固定時間注入的活水 他們本來會有一筆資產 但是如果沒有活水注入的話 會越來越少 那數黨這次總共難過了多少個席次 在全國的訓練 除了我之外 還有一席的市民代表 竹北 竹北市民代表 徐玉仁先生 你好像說那個 也是不錯啊 有開張啦 對啊 不錯 有啦 兩席了嘛 兩席 以一個新的政黨來講很厲害 你們幾個政府幾個代表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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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一到他家裡面還沒有 因為可能時間沒有喬好 但是都有去找過 有釋出這個誠意 那也有在公開場合遇到 對 那他們可能最近也比較忙一點 下禮拜我會盡量再找時間 對 一對一再跟他們拜訪一下 一一去拜訪 對 因為有些事情真的是一對也會比較講得開 有卡電話跟公開嗎 一定會 一定會 卡電話這是一定會 你有送餅兒嗎 什麼高票當選那種 一支那高報幾個他就丟到你 你送餅兒 送餅兒應該就用公款了 沒有 他還沒中任 沒有 用公款我也覺得不是很適合 我覺得特質費盡量拿來雪中送炭 請上天花的事情我們自己出自己的就好 你特質費一個月有多少 我不確定欸 我不確定 還沒進去不知道 正常大概一萬多而已 說實話 你把那些代表這樣好嗎 是你能不能推動你的政務最重要的工作 可是我跟你講 新科的就是要小心 你知道嗎 不管是政公所還是總統府 就很多起司 有些起司可以看 有些起司可以吃 你不要吃到可以看不能吃的 你代表 你這樣講會 你不要吃得好啊 你非得吃啊 代表11號 名字你都記起來了嗎 都有的 你不能記錯 對喔 這很重要 11號是什麼名字 要在這裡說什麼 說 好 陳昆龍代表 陳昆宏 陳昆龍 鄧碧會代表 然後 沈鳳山代表 陳南榮代表 吳榮智代表 魏國卓代表 楊文崇代表 耀光華代表 蔡智澤代表 陳玉花代表 吳大純代表 都記出來 那裡面有上一屆議長 那個 代表會主席嗎 他有連任 恭喜 所以他這次也是個主席嘛 沒有這個 我不知道選舉結果如何 就是要重選啊 對啊 通常連任大概都會連任 主席啦 因為政長 等於說政代表 是政代表 對 政民代表 政民代表 就等於是小議會監督嘛 對不對 很多事情 很多其實要分配的 我跟你講 總共議算有嗎 不要講說他不知道這個事情 去年是3億4千萬 3億4千萬 去年3億4千萬 那不少耶 算多的喔 去年3億4千萬 以鄉鎮來講算多的喔 去年3億4千萬 前年2億6千萬 但是3億4千萬是很多是 要給薪水嘛 對 人事費很大 人事費還真蠻大的 真的政長可以用的建設有多少 有資本門啦 資本門的預算從多少 我打架了嗎 抱歉 還沒有進去啦 那在那個代表 你有調查過 對一個最難剃頭嗎 沒有 大家都很優秀 不要幫我剃頭喔 我就是黑米豆腐 不過就是你二叔話要上任嘛 新舊政長交接 目前順利嗎 對 順不順利喔 要看我 我要自己要釐清楚說 什麼事情需要交接 要先去弄清楚啦 對對對 嗯 你知道喔 國來未來你做店裡 有很多人去關注 去拜託 對 紅棟啦 對不對 違建啦 或是什麼 有的 特權的事情 你要怎麼處理 依法行政 謝謝指教 謝謝指教 你在選馬英九 馬英九算9%呢 不要以連任為目標啦 以做正確的事的目標 如果選民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我們時間到了 就自動從政治舞台消失 你是29歲年輕人 同樣沒有選過局嘛 對不對 錢又這麼少 又沒有知名度 人家對風已經經營那麼久 你覺得對手為什麼會輸 我覺得現任喔 他是國民黨籍 他是國民黨籍 現任當然有現任的資源 那是現任有 現任的包補 現任的包補 我不是說他做得不好 是說他選舉前 他不能像我要全職 一直跑一直跑很非常 他是後半段才請假 那他前半段因為他需要處理政務 對 這是他的職責所在 那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撥這麼多的時間出來 全職的跑選舉 所以包補是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他是國民黨提名的 那這一次全台灣就是 有一點點這個 不想投國民黨的味道 對對對 算是馬西克爾要談到 對 所以這是天使的部分 對 那地利呢 地利嗎 地利 我覺得騎機車 騎腳踏車都好 對 那比較小的地方 我可以比較自由 方便的穿梭 但是他們 因為鎮長的 要有他一定的派頭在 所以可能坐車比較適合他 那你有水中嗎 我有 我有 你有水中嗎 我有 有啊 我有 你有水中嗎 有啊 我有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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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證件發表會跟 相關一天的感染會請出來 這樣 你有什麼就職典禮的東西 有啊 都有啊 有啊 交接啊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榮幸邀請美人節 黃銀大哥前來就職典禮 關禮 然後集集小鎮縫閉聲揮一下 12、25喔 是頭上的喔 對 你這頭 你現在就好去人家 這個人的勇氣在哪裡 他這樣才算得到 對 我有真的就是說 這個 有勇氣去邀請才有可能實現嘛 對 對 對啊 就這樣不登記就沒有機會當選 所以你是 你是 這個 在選舉期間 你唯一上過的電視節目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 沒有 還有大學生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不是不是 冰的啦 這個應該會 反應是仲天的另一個節目 哦 對對對 上這個節目有沒有幫助 我超級幫助超大 怎麼說 就是一受視率高 那組織人的形象又好又鮮明 然後 你怎麼還沒就職就這樣的職科 不是 我是說認真的 當天播出的時候 就好多人打電話來 不管是選民 然後對 還不是很熟的 或者說不是選民 然後 呃 還有很久沒有聯絡的朋友 或父母的朋友都會打電話來 恭喜然後加油 對 知道你要算 對 對 那粉絲團的那個粉絲人數也是暴增 在標播出的那一天 這是真的 嗯 不是要跟你們說真的真的 你等一下 上我們節目 就是因為知名度大增 其實我們都有收五百萬 我不是已經簽五票了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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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麼還有一位這個縣議員 25歲 也是五黨籍 是 家裡原來有從政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素人 對 我爸爸媽媽是老師 也不是什麼生理人什麼都不是 對 那妳怎麼會對從政有興趣 呃 其實因為我 我從大學時候就常常參加 就是一些環境或是社會運動 常常去抗爭抗議那些啊 然後到大概今年的學運吧 一天也有被李花營在裡面 然後在那邊待了待一陣子之後 感覺到 一直在外面喊什麼 我們這兩年 那個討厭政府 生氣的人很多了 那個氣氛到了一個 我覺得到了一個臨界點 那也是時候應該有一些人 我們要進入體制之內 從裡面開始去翻轉他 所以妳原來是幾歲就開始插政地 我們是要這樣說嗎 插政地喔 關心我們的社會 社運吧 對社運 我大概二十二十一 大三的時候 大二大三的時候 喔 對對對 那在宜蘭這樣子 無黨籍這麼好選喔 也沒有那麼好選啦 我覺得算 真的也是天時地利人和 跟那個紀恆一樣 因為在宜蘭 尤其像我們東山 其實是一個綠大於藍的地方 那因為今年我就是 我出來參選的時候 我很有講到就是想求要追求民主 尤其是太陽花學運的過程的事情 然後那個鄉親就會非常的熱情說 喔太陽花讚 好 我要倒給你 他們不是說香蕉嗎 對 不會 香蕉是橘子啊 一出香蕉 對 一樣不一樣 對他們就是他們 就是剛好我們的選民他們對於 就是今年這個學運的運動嘛 我覺得 有感覺 小偉人衝啊 有騙子啊什麼 就很有感覺 覺得說很好 然後你又衝進過立法院讚啊 衝進過立法院讚啊 衝進過立法院讚啊 然後被他們喔讚啊 被他們讚 哇 衝行正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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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天啊 是你也是 他們通常就會開始說 我看那天喔 衝行正院那天 這個好像被警察打到頭破血 我看很不敢 什麼什麼的 相信他們其實對於就是 而且今年的學運 他們對於這件事情很認同 然後他們很覺得說 對年輕人要趕快站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倒也不是黨籍 而是因為我的身分 就是參加過運動 還有我年輕這件事情 因為宜蘭又是一個 今年人口外流很嚴重的地方 對 所以講到年輕啊 然後還有就是 對於這種運動 社會的價值的認同 我們的鄉親都非常的 就是那個反應非常的好 那曾韻拿幾票 我拿3594票 那你們的選區是好幾個選是不是 對我們 排名第幾 應該這樣問 我第四高票是自然當選 我們七席選四席 只有選四席 七個透選選四席 你剛好第四席 對對剛好 是有婦女保障嗎還是 有其實有一個婦女保障 可是她是自然當選 對然後但是我的票數 變成是自然當選 對 對 對 那妳這樣花多少錢 我也是花了大概將近一百 將近 對啊 我花比較多 但是都還好啊 對 就是幾十萬幾十萬 差不多一百萬 而且我其實自己花的錢不多 因為有很多也是 黨中央支持 沒有啦 我沒有黨中央支持 對 就是有很多是自己的親朋好友 真的自己親友的贊助 還有就是常商 有很多人講黨中央就是她的爸媽 對對對 對我當中央 我們家的護長 全出來的護長 對就是還有就是 有時候去跟廠商 因為有些認識的廠商 就跟他說 我們打個折 小娘沒錢 我又去打車 這樣子 他們就給我們算比較便宜 或是義務性的幫些忙 對 所以其實我自己真的花到錢